而新北市的林口这边呢 则是在昨天凌晨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 有一栋透天错的男主人 他开车回家把车停在车库里头 结果自己开门下车的时候 疑似是忘了熄火 又没有打回P档 也因此呢汽车是整个往前进 而之后他被发现夹在车门还有墙壁当中 等到大家发现的时候已经气绝身亡 被害家属相拥 而且因为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 自己的亲人竟然在家里被车门活活夹死 回到现场看到汽车还停在车库里 隐约看到他不停前后晃动 事发当时毛先生就是开这辆车 回到自家车库 没想到疑似忘了熄火 直接开门下车 汽车前进他被夹在车门跟墙壁中间 等到家人发现时 他疑似内出血综艺不治 是由警方调查发现车库只比汽车大一点点 驾驶下车空间本来就有限 死者疑似忘了熄火又没打回P档 停在D档 车子才会前进发生意外 没想到一时疏失竟然造成悲剧 让家属难以接受 中立机会杨中胜周虞如新北市采访报导 好 好